大家好啊 2月19号了 礼拜六了 现在晚上 19点45分了啊 天都黑透了啊 这个暗无天日的世界呀 给大家说说啊 这个江苏徐州 不是有两个勇敢的女孩去探求真相 去声援 那位被锁链锁住的 被迫生了八个小孩 当然有人说不是他一个人生的啊 这两位女性啊 结果被徐州警方关押了 现在放出来了 在海内外巨大的舆论的声援 他们受到了压力啊 给他放出来了 两个女孩 其中有一个叫我能抱起120斤 他说了说在监狱里的情况啊 这个他说 在看守所的一切都要被管 包括吃饭 睡觉 拉屎 撒尿 不允许交谈 不能在不许说话的时候 说话 不能在要你说话的时候不说话 没有任何自由啊 我是下午三点左右 被一个当班的男民警 送到女子监区 一个大监室 里边加上我有18个女人 我居然在里边看到了几个 头发花白的大姐 后来一问都五六十岁了 当即我就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 大姐 这也太厉害了吧 监室里有戴红帽子的戴红帽子的啊 女案犯要负责维持秩序啊 大家都叫他们小红帽 这个戴红帽子的维持秩序的 这不让我想起来朝阳群众了吗 西城大妈朝阳群众 封台劝导队 不到处都是这个吗 是吧 到监狱里还有这个啊 这个负责监使的民警 称领队啊 管监使的 这监使就是求使啊 求尽犯人的啊 这个民警称领队 领队负责筛选任命案犯为小红帽 他就找他的一个 是吧 这个这个 怎么说呢 他们的小牙医小触角 是吧 小脚针机队 暗探 对吧 大家行动都要听小红帽的指挥 女子监使对卫生清洁要求很高 不一会儿小红帽就要组织大家 这个组织的一次 大家擦地板擦鞋底 连这个鞋底子都要擦啊 力求一尘不染 上厕所是非常痛苦的 厕所在监使内 那还不臭吗 就那么一间屋子半间炕 是吧 18个人在一个房间里 厕所还在里边 就在睡铺的旁边啊 甭别的就这味也够呛啊 对吧 竖着透明玻璃隔着 还得吃透明玻璃 哎呦 你拉屎撒尿的样子 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了 这就是此时此刻的中国女子监狱啊 先说到这啊 我先缓缓 让我先记得好 当我先看 啊